好 在刚才的第四第五两段做着陈述了另外一个动机 就是我们开车方便 开车去哪都方便 露营是开车 乐趣更增加了 那么第六段开始作为说了 有人说露营不好 但是他说这不好的理由不成立 他进一步说露营 前面不是说露营好吗 不但省钱 而且免除了那些在宾馆里的担忧 而且还使开车到处去跑 更方便更优雅了 但第六段就做了让步 当然诚然有人说的不好 有什么缺点呢 有人认为理想主义者说这有缺陷 看第六段第一句话 他说 idealists have objected to the practice of camping as to the package tour that the traveler abroad thereby denies himself the opportunity of getting to know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visited 这个前面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剧的主句 他说 idealists就是理想主义者 总是把事情想得很完美的人 理想主义者呢 就是反对露营这个做法 practice就是习惯性的做法 正如他们反对那些 由旅行者打包的那些旅游样 package tour就是由旅行者包杆的 一揽子的旅游计划 包括住宿啊 包括什么订机票 多不管了连时速都给你安排好了 就是打包的旅行 s2 s到逗号 这逗号之间是一个方式状语充句 但为什么连此s后面只剩戒此短语呢 很简单 因为主位结构被省略了 这个方式状语充句s引导的省略 在第24课和28课咱们多次讲过 被省略是主句中出现过的 as idealists have objected to the package tour 正如理想主义者反对打包浏览一样 他们现在也反对呢 这个露营这个做法 这是这么一个省略 然后这个that呢 可以看作object的避语充句 object to something是反对某个东西 object后面可以进一步加避语充句 叫反对说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什么 来做object的避语充句 他反对说什么呢 他说啊 这样一来啊 外国的游客 那么deerby就要因此或从而 由此 由此呢 就使自己丧失掉了什么一个机会 deny oneself something 就是使某人无法去得到某个东西 咱们一会儿会讲 使自己无法拥有这样一个机会 什么呢 就是开始去认识 去结识 这个他所游览的国家的人民 对吧 你都是在一个露营地里边 那你就没有机会在宾馆里面住 就没有机会结识 就是这个那个度假生地的这个人民 visited是后置顺语 来修饰前面那个country 就被访问的这个国家呢 是什么一个 这个里面我们得看看object这个搭配 要不然这句子看不懂了 当然这个动词动词object object to something 或者object to doing something 反对模式 或者反对做模式 这个加记者to 这个搭配大家比较熟悉 那咱们看几个例子 叫这个robson strongly objected to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就罗布森这个人 他强烈地反对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 object to 是反对 塞平说 I objected to having to rewrite the article 我反对重写这篇文章 凭什么呀 我不想去重写 object to 在后面跟了doing something 都行 这是反对 但是object后面也可以加避语重句 object that 翻译成某人反对说 他说出了他反对的理由 后面加避语重句 这个也对 我们看例子 the group objected that the policy would prevent patients from receiving the best treatment 这个组织 这个团体 反对说 怎么样呢 这个政策有可能 使病人无法得到最佳的治疗 object呢 就反对说 反对中 把两个拼在一块 object to something 或者 to doing something at 反对某个事情 他说 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 这放在一块 这那依然是做object避语 避语数据 那本文呢 这个后面说反对什么呢 反对这个 这个 这个露营这个做法 正如他反对package tool一样 这package tool 咱们先看看英文解释 这个package tool是什么呢 a vacation arranged by a travel company for a fixed price that includes the cost of your hotel and transportation and sometimes meals and entertainment 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假期 就是由这个这个旅游公司 这个正啊 这样来安排的这么一个假期 它有一个固定的价格 里面包括了你的宾馆的费用和交通费 有的时候还包括这个吃饭和娱乐 就是由旅行者包杆 安排一切的这个一篮子旅游 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旅游的agency 也是像中情旅呀 安排很多什么德国游 什么这个极致游 都属于这种package tool 正如他们反对这个一篮子 这个这个都包杆的这种旅游一样 这个s2刚才说了 它是省略了 我们看省略是什么 写起完了是 idealists have objected to the practice of camping as idealists have objected to the practice of camping 这个看明白了吧 正如这个理想主义者反对那些 有旅行和包杆的旅行一样 这个idealists have objected 这个在主题中出现过了 这个时候正如这个s红句 就把主题结果去掉 但s依然是连此 它后面只参67次等于 这个现象在第18课见过 咱们做复习 立刻能回起来 就是104页的第4行到第5行 104页的第4到第5行 on the occasions when they have pushed to shore an unconscious human being they have much more likely done it out of curiosity of a sport as in writing about waves of a ship 咱们还记得吧 这个s后面多像 也是只剩下了戒指端语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主语位语 整个跟前面主题中多出现过 那么在这种场合 就是他们把一个失去知己的人推到岸上 他们更有可能是出于好奇心 或为了好玩才这么做的那样 正如他们在追逐船头 离开的浪花的时候 是为了出于好奇心 或为了好玩才这么做的一样 这个黄颜色的 在前面主题中都出现过 所以被省略了 s连此后面只剩下了戒指端语 这s表示正如什么什么那样 方式壮与从旧的省略 本文中等于再次作为老知识复兴 好 再回到这个剧中 看后面的兵与从旧 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反对说 the traveler 这些游客 abroad 海外的游客 这个the还是类指 这一类人 dearby 就由此或因此 dearby 后面往往跟一个结果 dearby 在这是副词 adverb 它是个正式的书面语 with the result that something else happens 就是这个 这个戒指 从而或由此 另外一个事情会发生 就是之前不是个原因 后面这个 由此会产生 后面这个结果 叫dearby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he became a citizen in 1978 dearby gaining the right to vote 他在1978年成为了一位公民 就入籍了 从而获得了投票的权利 dearby 叫借此由此从而 本文中是什么呢 deny himself the opportunity 使自己不能够拥有这个机会 这个deny oneself something 是个固定的搭配 又是个书面语 你看在新更年四册 尤其后面几个单元的文章中 用词特别的文言 他怎么样呢 什么叫deny oneself something呢 to refuse to let yourself have something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ave especially for moral or religious reasons 就是不让你自己拥有某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想要拥有的东西 不让自己拥有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 尤其是属于道德或者宗教方面的原因 就是不让自己拥有什么东西 叫deny oneself something 也就是看一个例子 he denied himself all pleasures and luxuries 他不让自己拥有所有的乐趣和奢侈品 就是过苦行僧的生活 就deny oneself something 百分钟也是大费 这样一来呢 从而你就不能够使自己拥有这个机会 是什么机会呢 of getting to know the people 就是慢慢开始认识了解这些人 get to do 尤其后面跟这几个东西 get to like get to know get to understand somebody or something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to gradually begin to like know or understand somebody or something 就逐渐地开始喜欢认识 或者是了解某人某物 逐渐地慢慢地开始喜欢了解或认识 等等等等 我们看几个例子 it will take a while for you to get to know everyone 我说你要花一段时间之后呢 才能慢慢开始认识每一个人 可能是一个新的同事到了我们公司 或新的同学来到班级体 我说别着急啊 过一段 得花一段时间 你才能慢慢开始认识每一个人 再比如说 after a while I got to like him 过了一段时间 我渐渐开始喜欢他了 这是get to do 这固定搭配 好 那么就是使自己无法拥有这个 了解你所造访的国家里的人民的机会 后面他进一步说 这帮人还说 看下面第二句话 incularity and self-containment it is argued go hand in hand it is argued 就是据辩称啊 据辩称怎么样呢 这个偏狭和自闭往往是紧密相连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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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是孪生兄弟 这个正常语序应该是这样的 it is argued that 对吧 前面的it呢 是形式主义或问 that 引导主义从举 一直到寂寞 但如果这样一来呢 那就突出了it is argued 这个答题 它是主句了 然后把从举呢 把刚才这个偏狭和自闭 往往是孪生兄弟 就是紧密相连再放到从举中了 这样重点不容易突出 在本文中呢 是把宾与从举 这个I'm sorry 主义从举升级成了主举 把刚才的这个主举 it is argued 变成插入语来 这样进一步突出刚才的从举 现在变成主举了 更突出这个 偏狭和自闭紧密相连这个话题 其实这种变化 我们三册就见过 像三册第七课 有了类似这么一个句子 It seems that dogs love to chew up money 看起来狗狗喜欢把这个钱给嚼烂 原文不是这么写的 它要突出狗喜欢嚼钱 这样的话 这样一来 这个白颜色内容跑从举里面去了 原文是这么写 Dogs it seems love to chew up money 你看那变化跟本路非常类似 所以据辩称 insularity不说了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偏狭光关注自己 不关注别人 还有呢 self-contained可以表示拘谨自闭 它来自形容是self-contained 什么叫self-contained呢 我们大事先读一下 self-contained self-contained 叫of a person指一个人 not needing the company of others reserved 他不需要他人的陪伴 不跟他人来往 或者翻译 reserved就拘谨的 这个company不是公司 而是陪伴的意思 不用别人陪 他比较自闭 不愿跟别人打交道 性格特别内向拘谨 叫self-contained 他的名词形式 就是本文中的self-contained 不跟他人来往 或者翻译拘谨 就类似我们说自闭 那么偏狭和自闭 据辩称 怎么样呢 总是紧密相连 总是孪生兄弟 go hand in hand 手拉手一块走 什么意思呢 if two things go hand in hand they are closely connected 这英文解释特别清晰 如果两个世界是手拉手走路 他们紧密相连 或者翻译上 类似乱生兄弟 有他就有他 wealth and power go hand in hand in most societies 在大多数社会里面 财富和权力是紧密相连的 就是乱生兄弟 go hand in hand 这么一个搭配 这是有人提出反对了 说你这路营不好啊 你不使自己无法拥有慢慢跟所造访国家人民接触的机会吗 就没法去劫持他们了 慢慢你这不是自闭拒谨就变成偏狭了吗 这不不好吗 作者驳斥这个观点 你看我们写了立论文的时候 多考虑对立观点的理由和例子容易增强说服力 有人可能会说我这有缺点 但你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在第三句话 作者开始驳斥反方 有可能用到的理由 说你这不是路营不有缺点吗 他说这个缺点是不成立的 看第三句话 看他怎么拨持 The opinion does not survive experience of a popular continental camping place 这种意见 这种看法 并不能够经过经历之后而幸存下来 能活下来 就经不起这个东西的检验 survive是经历某事没有死的 什么经历呢 experience是什么 在一个非常很流行的欧洲大陆的露营地 如果你去一次之后发现 这个想法就不成立了 这个念头就活不下来了 这个意思 continental如果c大写的话一定表示欧洲大陆 这个大陆的因为我们学的英语 英国在欧洲大陆 所以大陆的是暗指欧洲大陆 如果怎么汉语中是大陆 当然是中国大陆了 这个有语境有上下文 看看里面那些表达 首先我们看survive survive这里表示经历某事而没有死掉 continue to live or exist in spite of nearly being killed or destroyed by something 那么尽管几乎被杀死了 或几乎被某东西彻底毁掉了 但它继续活着或继续存在 就是经历某事而幸存下来 本文中说这个念头 这个想法 并不能够经历这个事情之后 而继续存在 就是有这个经历之后 你发现这想法就是错的 很荒谬的 看几个survive的例子 survive an earthquake 经历地震活了下来 而幸存下来 field building survived the bombing raise intact 几乎没有什么建筑物 能够经历这次炸弹袭击 这个炸弹的空袭 而完好无损 毫发无上 intact形容词 在这做补足成分 叫毫发无上 大多数建筑物都被损毁了 这个再看一个例子 the plants may not survive seaweed winters 这些植物可能不能够活过 这些严寒的冬天 严酷的冬天 survive是经历某事而活了下来 好 如果你要亲自到欧洲大陆的 一个流行的一个露营地区 看一看的话 你发现这个观点不成立 这个观点不成立 你看the opinion does not survive experience of something 这个句型也可以参考 你有这个经历之后 就发现这观点就错了 为什么呢 他后面第四句话就描述 在这个欧洲营地 你会看到什么现象 Holiday hotels tend to cater for one nationality of visitors especially sometimes exclusively 他说你这个宾馆反而到会产生你说的那个情况 那露营地倒并不太会 他说了这个度假宾馆 这个hotel的宾馆旅舍了 他tend to往往常常 往往的cater for是迎合 迎合某一个这个国家 nationality 就是国籍 某一种国籍的游客 尤其迎合某种国籍游客 甚至有的时候呢 是排他性的只接待这个国家的游客 这个especially和sometime exclusive 在负词段隕所居中做庄宇 他说你的宾馆才有这个问题的 这里面我们看看这个cater for是复习 cater for加for一般用在英国英语 英式英语更多一些 在美式用意的更多的把它换成cater to 这to跟for一样都是借词 这个划分不是那么特别严格 只是一个趋势 在英国更多的用cater for 在美国用cater to 更常见一些罢了 什么意思呢 to provide the things that a particular person or situation needs or wants 给我们提供一个人 或某个情景状况 所需要或想要的东西 就满足他的需求 迎合他的需要 满足和迎合 这个cater for 有的时候带点贬义色的味道 比如说the class cateres for all ability ranges 就是我们是这个班级 那么能够满足 各个不同能力范围的人 能力强的能力差的 都在这个班里都能学习 比如说再看三册的第46个 也是用cater for Shops cater for the do-itself craze not only by running special advisor services or novices but by offering consumer's bits and pieces which they can assemble at home 商店迎合这种自己动手做事情的热潮 不但通过去给出去说提供一些专门的这些咨询服务 而且给他们提供一些小块的零部件 他们在家可以组装起来 cater for 满足需求迎合需要 那么cater 2也很常见 再看这个cater 2的意思 完全一样 an LA bank catering to Asian businesses 一个洛杉矶的银行 他们满足或者迎合那些亚洲的公司需要 cater 2 catering后制定语吗 是非为当后制定语修饰这个bank 再别说 they only publish novels which cater to the mass market 他们仅仅出版这些小说 什么呢 那些迎合大众市场的小说 小众市场小说 他们觉得卖得不好就不出版 cater 2跟cater 4一样 那么这个度假宾馆往往是倾向于满足某一种国籍的游客 甚至有时候是排他性的独享的 exclusively也是副词 use for emphasizing that something is available for a tool or limited to one specific thing or group 这个是被用来强调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个群体可以得到或者仅限制于某一个特定的事物或群体 就独享的排斥性的排他性的 只是给你用 或者只是给你去享受 别人不能用 叫独享的 a club exclusively for women 一个女子独享的这么一个俱乐部 就男人不欢迎 不能去加入排他性的排斥性的 好 作者说你看这是宾馆 但这个露营地反而各国人都有 你看 camping sites by contrast are highly cosmopolitan 他说 camping site就跟camping place一样 露营地了 by contrast是相对照而言 这是插入语 怎么样呢 就是高度的世界人都有 cosmopolitan表示包含世界各地的人的 这是或者国际性大都会的 我们在生死中讲过 当然作者做了一个又作为让步 granted 再加but 这个结构咱们多次讲到了 granted 承然 在前面刚讲过 承然 但后面加多号说是副词 副词后面应该有连词连接两个句子 承然怎么样呢 a preponderance of germans a preponderance of 这是固定搭配表示 某种人或事物占多数 那么德国人占这个战都是preponderance 德国占多数 is a categoristic是这么一个特征 categoristic表示特征特点 什么特征特点呢 那么that到size这中间黄颜色的是定义层具 修饰这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看起来很常见在什么呢 对于大多数的地中海地区营地来说 都是很常见的一个特征 that关系代词在定义层具当主义来用 它说承然确实在很多地中海的营地里面 这个德国人占多数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特征 但是作者说 但是asset迄今为止 there is no overwhelmingly specialized patronage 但是目前没有并没有绝对 占这个压倒性的 这个专门的这种客人来 就专门使德国人来 就是没其他的这个国家的游客 这个现象并不太常见 这个asset表示 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怎么样 asset对实态没有要求 他并不就so far so far用的话 一般用现在完成时 这个迄今如何 但asset对实态没有要求 但是他对否定肯定有要求 asset一般多用在否定居中 这个要注意 一会咱们会讲解 第一个先看看这个 a preponderance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 我们把中心词大声再读一遍 preponderance preponderance 什么叫a preponderance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呢 if there is a preponderance of people or things of a particular type in a group there are more of that type than of any other 看得很清楚 如果在一个群体里面 有一种人或事情 被称为叫a preponderance of 这个大肥 表示什么呢 但他们这个类型的 比其他类型的都要多 就是某人某事物在一个群体中占多数 这个意思 这个大肥叫a preponderance of 这个结构 看例子呗 there is a preponderance of female students in the music department 在音乐系 这个女性的学生往往占到多数 女孩子可能音乐天赋更好一些 女学生占这个多数比男孩子要多 再比如说 a preponderanc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program came from overseas 而在这个项目中的多数的学生都来自于海外 a preponderance of 表示 这个类型的人或事物在一个群体中占多数 所以在本文中说完呢 确确实 这个德国人占多数是很多地中海营地的一个突出特色 但是迄今as it as it 向他until now 到现在为止 但注意他常用于否定去 这个别用错 an as it unpublished document 一个迄今尚未被发表的这么一个文件 一个文档 再比如说 as it little is know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sease 期间为止 关于疾病的成因 几乎一无所知 所以大家看到 little是否定词 几乎没有 as it 一般多用于否定去 本文中的意义 这个也是 期今为止 there is no overwhelmingly 就是压倒多数的 绝对 这个 这个 绝对性的 specialized 就是专门的 就专门是德国人 在这里光临会晤这个线下 期间尚未发生 就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来看看这个specialized 它表示trained designed or developed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type of work place etc 就是被训练出来 被设计出来 或者被 这个 发展出来 是为了某一种目的 某一类型的工作 或某一个地方 就专门的 专门的 专门为它这个目的 就specialized 你比如说 specialized training for specific jobs 对某种具体工作的 专门的训练 就是为了工作而准备的 专门训练 再比方说 the highly specialized plants that live in desert areas 那么专门生活在 荒漠地区的这种植物 就专门的 就是 在本文中就是 这个 这个特别专门的 由德国人来光临会顾的 这个现象 压倒多数的 他们来光临会顾的现象 迄今 尚未发生 那就是 尽过德国人多一些 但是其他国家也都有 这个patronage 表示光临会顾 它来自patron p-a-t-r-o-n 是老主屋 老顾客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patronage 什么意思 customer support for a shop restaurant etc 就是这个顾客 对于某个商店 某个饭馆的支持 光临会顾 不经常到来买东西 来消费 就patronage 看例子 we thank you for your passion we thank you for your passion 我们感谢您的光临 感谢您的会顾 就是现在这个承然这个德国人在录音地里多一些 但是目前没有绝对压倒多数的这种指示德国在光临这个现象 这个 这个后文译错了 后文把这个什么specialized passionate翻译成特别的优待 这个翻译错了 就是期间没有特别的优待 这个翻译错了 就是期间没有特别明显的德国人绝对优势的 这个指示德国人来这个现象 期间尚未发生 这个翻译错了 这个后文译文有误 翻译成 光临会顾 德国人专门使他们来 这个现象尚未发生 他后面举例子 你不先看 看下面第七句 他举例子 他这些通知或这些告示 什么通知呢 这个黄颜色一直到这个washing前面 这叫护制正语呢 来修饰这个通知 禁止什么 forbidding 禁止 禁止后面两个冰雨 分别是在下火星的部分 第一个禁止在露天晾衣服 晾干衣服 还有禁止什么呢 forbidding后面的use of 跟前面的open air drying是并列的 就使用这个饮水点来洗车 禁止做这个事的告示 偶尔都还有那些告示 这个those 当然是代表前面的notices 或那些those notices 是什么告示呢 就是那些通知 就是邀请我们的露营的伙伴 来参加个舞会 或参加一个驾船游览 这么一些通知 dance 在这并不是一个舞蹈 dance 就是舞会的意思 那整个主语完了 都是通知 就是两个这个 两个类型的通知 后面都是后织的 那位语是all printed 被印刷出来 narly跟badoso是不但要写 不但用法文 用意大利语 用西班牙语 而且还有用英语 用德语 还有用荷兰语 就说明我们这游客 各个国家都有 德国人可能占多数 但其他国家也是很多 这照应前面的cosmopolitan 各国人都有 这个里面有些小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就是water point 这个water point 叫供水点或者饮水点 我们在这可以打水 可以喝水 这么一个地方 它是禁止用供水点 这个地方来洗车 那是这么一个 还有刚才那个to a dance 我们说那个dance 英国人读成dance 在这不是跳舞 而是舞会 叫social gathering at which people dance 就是社交上的一个聚会 人们在这里面会跳舞 就舞会了 邀请营友来参加舞会 或去划船 这是用各个国家语言 来印刷出来这种通知 好 后面进一步 进一步给出证据 来证明这个营地是cosmopolitan 我们看下面第八句 你看这不是各国家都有吗 当然我们看一个主舞会 这个例子 to hold the dance in the village hall 在我们乡村的市政厅里面 乡村里办事大厅里面 来举行一个舞会 hold the dance village hall 就是我们村子的办公地点 一个大厅 city hall 就是市政厅 这么一个大厅里面 举行一个舞会 好 后面进一步给出证据 看第八句 你看这不是各国家都有吗 第八句说 at mealtimes the order of sauerkraut well vines with that of garlic at mealtimes 就是在吃饭的时间 the order order就是气味 它既可以表示好闻的 也可以表示不好闻的 就order 这是英式篇写 美式是odor 这个sourkraut 就是这个泡菜了 韩国人吃的 这个东西 于是与大蒜的气味 这个wet of garlic 跟order是并列的 大蒜的气味 两个气味在竞争 在各个国家 人吃的不同的东西 这个味道都能闻到 还是进一步证明这个地方 cosmapology 看看这个order 美式偶尔结尾 英式偶尔 什么意思呢 pleasant or unpleasant smell 香的或者臭的气味 我们都可以用order这个词 比如说 the delicious order of freshly made coffee 刚刚冲好的咖啡 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 这是香味的 用order 这是用的美式偏写 同样的 the unpleasant odor of overripe cheese 过熟的cheese 就是奶酪所发出的 令人不愉快的 慢慢有些臭味 所以香的臭的都能就order 分分钟是 泡菜这个味道 和大蒜的气味 两个在竞争 在比谁的味更浓 这个vive是竞争的意思 vive什么呢 to compete with other people to achieve or obtain something 为了取得或获得某个东西 与另外一个人在竞争 就vive 搭配有两个 第一个加four 这个就with 看例子 six candidates are currently vying for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六个候选人目前正在竞争 为什么要竞争呢 为了整个我们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的提名 在竞争 vive 不规则 它的分词是 安逸去掉变成why 叫ing 那还有一个搭配 就本文中的余某人竞争 the two older children tend to vie with the younger one for their mother's attention 这两个年龄更大的孩子 他往往呢 是这个 为了与更小的这个孩子竞争 争的是什么呢 是母亲的关注 就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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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察 这个同察竞争了 就是子女之间都想让妈妈更加关注一点 这个why和我们家with余某人竞争 why for呢 是为了什么而竞争 好 下面进一步说 你看还有证据呢 对不对 你看 the French breakfast coffee competes with the Englishman's bacon and eggs 法国人的早餐的咖啡 与英国人的这个培根肉和鸡蛋来竞争 这compete就是为了跟刚才的why 避免重复 why with compete with 同一词 就说明你看 有人说你这个露营时你变得自闭 无法跟其他国家人交流 这不瞎说吗 你看我们在宾馆慢慢使你更加自闭 他慢慢指针对某种国家的人 而在露营地各国家人都有 对不对 这是更加cosmopolitan 就博斥了这种很荒谬的说法 好 这个第六段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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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